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及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希望你支持 加入我們 一起建造全新的香港人網台媒體 各位網友 歡迎來到台灣選戰 今集錄到第四十集 四十集 齊頭數有事發生 可能有些新的網友會抱歉 加入Patreon 聽聽發生甚麼事 長話短說 如果你完全沒有留意過台灣選戰的話 局勢是這樣的 繼續爭取連任的就是民進黨 留意台灣選舉 由李登輝之後 是沒有政黨試過連任的 李登輝 接著到民進黨的陳水扁 接著到國民黨的馬英九 接著到民進黨的蔡英文 所以如果這次連任是石破天驚 爭取連任就是副總統賴清德 民進黨是怎樣的呢 民進黨是非常統一的 民進黨是全力支持他 黨內差不多九成多的支持率 亦令民望大約三成 三成的看似很低 但是在野就更加糟糕了 因為在野本來是四分五裂的 所謂最大的反對黨是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後有二的民調是很差的 是兩成左右 亦因為有一個新的第三方勢力 由宋楚瑜年代開始 其實沒有第三方勢力 而宋楚瑜勉強都可以說是國民黨拆出來的 但OP是橫空出世的 因為OP 當初民進黨的扶持之下 就當了台北市市長 成立了民眾黨 他現在跟國民黨合作 所以OP是一個極度 極度厲害的走位王 民調曾經一度領先過侯友宜 各自拿兩成多的民望 所以有種呼聲 就是爭取在野大整合 就是藍百合 藍就是國民黨 白就是OP 因為照計算就好像會贏 當你OP有25% 侯友宜當20% 加上就45% 那就贏了賴清德的四成 先不要理會 整合後是否可以贏 整合的過程 曲折離奇 因為 其實也要承認的 我真的想不到會整合到 我承認我是看錯的 猜錯的 蕭生猜對的 蕭生同一時間猜不到 所以蕭生一定猜錯 我真的猜不到 但是猜錯 我們就看看誰出錯了 當初為什麼我會 估計會合作不了 原因 第一國民黨是沒有可能 讓你OP做正的 所謂的正就是一個正一個做負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OP做正的話 如果真的贏了 國民黨要拱手相讓給OP 整個國民黨要聽他指揮 OP說東呀東呀西呀西 OK 這樣就無可能 去到OP OP就是看不起侯友誼 OP心高棄傲 他看不起侯友誼 他的口 亦是說不喜歡國民黨 怎會合作得來呢 所以我猜 我猜他跟郭台銘合作的機會更大 因為郭台銘有機會讓給OP 亦可以華麗轉身 不如這樣 OP做副的話 還有一個OP做副 為什麼我覺得他不會做副 要是單獨參選 要是做副總統 你單獨參選的話 你民眾黨是拿了不分區立委的 你一動之旗出來 雖然你說你拍到國民黨那裏 你都可以提名你的不分區立委 你都可能有政黨票 但是 但是有什麼必要要記 但是你整個競選的 Campaign 你是要幫侯友誼的 那有什麼好處呢 我算來算去 那就沒理由了 世事的事情就想不到 整個過程曲折離奇 首先 是由馬英九 先出來 馬英九突然說我支持全民調 全世界 是不是以為馬英九就玩你國民黨 是不是受理 中共我們的陰謀論 中共背後就出力了 就要求在野整合 好了 然後就聊天 OP就說多謝馬英九 本來OP民調跌下去 是因為徐春鵬事件 或多或少有影響 不知道是否實質影響 OP民調本來是徐春鵬事件跌下來 突然馬英九一出來 支持全民調 因為OP是支持全民調的 因為OP覺得民調是對他有利 好了 結果在今天 11月15日 四大人物就出來 聊天 早上10點去馬英九基金會 四個進行 整合談判 出席的人物 主要人物包括馬英九前總統 民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 民眾黨的候選人 OP 以及 麥國民黨的主席 朱立倫 好了 出來 出了一份聲明 一看 嚇一跳 你不需要提電話 你只看這張照 你看到OP的樣子壞到這樣 三個字 舔了野 現在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 大部份人都這樣分析 第二個可能性 我剛剛想到 因為出現過這樣的結局 我覺得什麼都有可能 我先講第一種說法 就是OP舔了野 我們看看他出來整合的幾個 幾個 等等 出來整合的 聲明 六點聲明 六點聲明 我讀給大家聽 兩黨協商共識 由馬英九前總統 國民黨民眾黨 各推薦一位民調統計專家 你一看都知道什麼 馬英九 國民黨民眾黨 各推一個民調統計專家 為什麼馬英九可以 超然道外 為什麼馬英九不是國民黨 那麼神奇 這樣的話 我們很相信 正常來計 國民黨和民眾黨各自推薦的專家都是幫自己的 最後拿出來的那個是馬英九 我們先假設馬英九是幫侯友誼的話 那就贏了 因為你三、你二對一 你別管民調專家來做什麼 斷鼓有用 你不是選民調專家出來 在那裏唱歌比賽 我們假設民調專家最後是奠定性 是計分的 你不是二抽 我們繼續說聲明 第二由民調的統計專家檢視評估 11月7號至11月17號 社會各界公佈的民調結果 由國民黨民眾黨 各提供一份內參民調的結果 即是說這些民調專家 是會看完市面的那麼多民調 然後國民黨民眾黨各自推薦多一份民調出來 OK 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如果雙方同意 超過統計不差 超過統計不差 通常大家會覺得是3% 超過了的 例如侯友宜是10 OP是7 得勝者得一點 沒有人知道是幾點 先說一下 得勝者得一點 如果統計不差範圍之內 例如說OP只是領先侯友宜1% 就由侯柯配得一點 又沒有柯侯配 是侯柯配 第四 11月18號 由馬英九基金會公佈結果 第五 藍白俠後兩黨共同組成競選委員會全力複選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及兩黨推薦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不分區 政黨票就由各黨各自努力 第六 在馬前總統的見證下 國民黨及民眾黨承諾 台灣第3波民主改革建立典範 其實沒有人知道台灣第3波民主 必須成立聯合政府 除了國防外交兩岸 由總統決定 其餘都會原則上依各黨 派立委 直次分配 民眾黨主責監督制衡 國民黨主責建設發展 一聽真是古古怪怪的聲明 非常之古怪 第一 我們要有假設的 先假設馬英九 是 撐侯友誼的 那就贏了 整個局 跟國民黨當初玩Q國台銘完全一樣 當初國台銘和侯友誼用民調決勝負 但出來 原來民調的計法是 有些有立委推薦 又什麼什麼都推薦 總之國台銘就沒有輸了 所以國台銘先一份之下 就去自己參選 國台銘現在會不會退選呢 我還未知道 不要說他了 先講一下 這個情況 如果馬英九是 假設幫侯友誼的話 那就搞定 因為他二對一 之後 怎樣 然後怎樣 選擇什麼民調 結果沒有所謂 當你有你選擇 我又我選擇 大家鬥著數 我都是兩個專家 第三 由得勝者得一點 其實都不知道要怎樣計算 但都不重要 第四公務結果 馬英九基金會公務結果 第五 不分區政黨票由各黨各自努力 如果你 假設侯友誼贏 OP贏 你對於 你對民眾黨爭取不分區投票 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第六 這個聯合政府 是由 立委的席次分配 民眾黨主責監督制衡 國民黨建設發展 我不太明白 我猜到他們容易的 因為民眾黨沒有什麼立委 國民黨有很多立委 所以國民黨就是主 民眾黨就是全 但這也不合理 因為你小議席 你也要建設發展 難道你國民黨不需要負責監督制衡 所以 真的很奇怪 我們不要你第五第六拍 我們先說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 就這樣排面計 OP就糟糕了 真的被你陰 真是被你陰 因為馬英九講全民調 這個不是全民調 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就是民調 不是 因為 全民調 每人選擇 每人選擇 兩份 或者每人選擇三份 六份去鬥 這就比較合理 他現在是每人選擇一個 民調統計專家 每人選擇一個 或者每人選擇兩個 還有辦法 馬英九選擇多一個 那馬英九 到最後的決定決 竟然到了馬英九 馬英九竟然變得太上皇 只是這件事你都覺得 很詭異 很詭異 第二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 馬英九幫後而 第二個假設 馬英九其實是中共的 代理人 這個我想國民黨就一定不喜歡 但其實我覺得就相當明顯 馬英九還跑去祭祖 如果馬英九是中共代理人 即是說 台灣選舉 這個國民黨 誰出來參選 是中共 同一時間 我們把畫面拉遠一點 在拜習會的前夕 難怪 美國在台協會 金融時報也好 華爾街日報也好 出來爆料就是 美國想跟習近平說 你不要介入台灣選舉 他現在是進行中的 是不是很神奇 好了 講一下其他的花絲 陳智霞 這是OP第一戰將 發言人 拍到他 抹眼 他聲稱 大家就覺得他 是委屈的 的確 真的沒有得騙 因為去到後期 鏡頭直播拍攝 OP就不知道是否 同一個方向 不知是否他 應該就是了 不要哭了 我們很容易解讀到 這個很合理 為什麼 他覺得委屈 因為他接著就要聽國民黨說 你沒有聲音出 還有 這個未經證實 但是很多人說出來 當初談 四大人物在裡面談的時候 陳智霞在裡面 陳智霞說了三次 這份協議 跟當初說的不是這樣的 然後朱立倫跟他說 可以了 我們談好了 然後 不知道是否他出聲 但是最後是要陳智霞 離開房 所以 萬分為惑 陳智霞剛剛在Facebook裡面出了一個post 快回家 電話接起來 唯一支持 真是含身如虎 下面整班網友紛紛支持 這件事出了之後 不同的電視台現在就很忙碌 做了很多訪問 做了很多節目 我都未聽完 都沒可能聽完 訪問有些 OP的鐵糯粉 這次真是糯糯 就說 這樣我立即不投 為什麼 因為當初很多 選擇OP的就是 兩黨都很討厭 兩黨都很討厭 現在你這樣被他局上船 我真的沒有興趣 這裏的票流室有多少呢 我們未知道 我們未知道 這個花瑞一 花瑞二 就說說這個馬英九 剛剛出到來 代馬英九 說支持全民調 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 蕭玉琴 竟然被媒體爆出 在公佈 馬英九贊成全民調之前 去了北京三天開會 時間有沒有這麼臭 去北京幾天後回來 無厘頭說馬英九支持全民調 是不是有錦囊 雙贈呢 是不是這麼巧 這個 就是 鏡媒體的獨家報導 就出現了這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活動呢 就是 11月2日到5日 去北京 出席釣魚台 搞的一個北京的論壇 這個論壇 參加名單是沒有蕭玉琴的 但是在北京大學的新聞稿 就看到他坐在這裏 以及 跟某些人物的合照 在一個40人的大學照裏 是有份的 這是在 釣魚台賓館北京大學 搞的一個活動 這個是什麼活動呢 蕭玉琴 媒體就訪問了 你去了北京 搞什麼呢 是不是見國台辦主任 有沒有見 他就說 唉 這是一個烏龍的爆料 我還以為是綠營的抹紅 誰知原來自己人 模仿一個抹紅的行徑 希望 自己人不要再打自己人 他說這個活動 馬英九基金會 帶領東吳大學文化大學 幾位國內的學者 去參加一個國際的學術論壇 在北京搞 跟國台辦完全沒有關係 自己人不要再打自己人 他說 逢是有些人去完北京 就說跟中國有關 這個邏輯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下立言副主席 去完之後是不是也要大陸說 我覺得是 最後他就說 他說 他說 有見到侯辦的人 問什麼是台辦的 他說 請侯友宜辦公室的人 惡保一下兩岸的常識 大家可能聽到一塊雲 我也聽到一塊雲 他說 這個活動跟國台辦沒有關係 亦都沒有見任何台辦 你這個活動跟國台辦沒有關係 不代表你這三天沒有見國台辦 這是第一 他就算沒有見國台辦 他可以見共產 他可以見統戰部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 所以基本上沒有釐清任何疑點 當然你可以說是暴風捉影 但是 這個時間這麼巧合 你去完之後回來 馬英九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突然出來說 馬英九支持全民調 很難不相信有關係 但最好笑的是 他竟然說是侯辦 即是侯友宜辦公室 難道這張照 是侯友宜辦公室放了 放錯了 侯友宜辦公室 接受媒體訪問 他就說 蕭玉琴接受鏡周刊的挑撥 沒有向侯辦查清楚 就作出這麼強烈的回應 感到非常遺憾 即是侯友宜說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那會不會是 鏡新聞訪問他的時候 或者內文說過 這些相關資料是侯友宜打出來的 這是一個疑點 但我覺得也不太重要 說真的 馬英九背後是不是中共 馬英九 或者馬鈺 馬鈺 背後是不是中共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數 好了 第三個花水 為何 反應這麼大 如果有的話 這次為何 好像要委曲求全 因為 之前 很討厭馬英九 罵對臭 這些是網民整合了 在10年間 阿P罵馬英九的事 包括 馬英九是國家亂源 陳水扁的牢房要留給馬英九 馬英九會掃出台灣歷史 馬英九是歷史共業 馬英九大頭竊聽 馬英九破壞國家機制 不要在我面前提馬英九 不理馬英九就是最好的方法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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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次他盛讚馬英九 嘩 好了 講到這裏 大家若不知有什麼情況 但有些事情 大家都覺得有問題 一定是有些古怪 大家覺得有什麼問題 阿P為何會肯制呢 難道真是這麼簡單 糟糕了 糟糕的意思是什麼 他本來以為馬英九 本來以為馬英九是支持他 誰知道原來是陰他 去到這個談判的地方 一個對三個 所以表面上 就糟糕了 各位網友 如果討論完之後 以阿P他真的覺得他糟糕了的話 為何不走出來 不會用槍指罪 所以各位網友 在節目這節的尾聲 我提供多一個超級無敵陰謀論 因為他聲稱11月18日會公佈結果 這三天真的有時間等 八成機會 是後友而贏 阿P就做婦 但會不會有兩成機會 出現一個大家都猜不到的情況 會不會其實馬英九 受到指使 最後 是撐阿P的呢 哇這個精彩了 各位網友這個精彩了 侯友而和朱立倫現在就笑到極日聲 盡了啦 二抽一 大家就 在國安民調 在這裡搞了 然後解讀了 搞搞搞搞 好了 馬英九出來 好像 用政 存衛的樣子 拿勝字出來 存衛於 阿P 哈 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背後真的是中共操盤 這個不是不可能的 也解釋到 為何阿P 表面上好像 那麼糟糕 都仍然是簽這個聲明 所以各位網友 還有三天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真是沒有人知道 你說這個台灣選舉 真是挺精彩 亦都牽動著整個世界局勢 和中美關係 好 各位網友有任何想法 看法 或者你想到一些我想不到的東西 歡迎留在留言 coming 或者你看到坊間有什麼精闢的見解評論 想補充一下 亦都歡迎提供 OK 多謝之前 我們下集的Patreon 節目再見 喂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樣等呀 世界滿日的 立即加入我們私事工作室的Patreon 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片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小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 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 特別內容 節目見 拜拜